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十点零五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好 我们这一小时呢 要来聊聊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 现在夏天非常的热 很多人会到海边 西边游泳池去玩水 不论你是玩水呢 或者是你自己的游泳训练 都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作者 他是非常资深的救生员 那同时他的资历也非常的丰富 在不同的场域都有救生的经验 好 我们今天欢迎到的就是张锦宏 锦宏早安 收入早安 听众早安 是 锦宏他其实有创办了一个平台叫做像一条鱼 Like a fish 这是一个什么平台啊 就是我们是一个游泳教育平台 在推广仿逆教育 希望大家玩水都能够平安 哦 那什么人可以参加 一般其实五岁以上的小朋友或是成人 都可以来上我们的课程或是工作坊 哦 OK 那像你自己什么时候对水会这么的喜欢的 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玩水 就跟大家一样 因为台湾夏天很热 所以你就会想要去各种地方消暑 所以就开始玩水 那救生员的话就是大一才去考的 你是类似相关的体育相关科系吗 不是 那时候只是想说去考救生员 感觉蛮帅的 因为同学都没有啊 考了就可以跟同学炫耀这样 哦 就是追女生也感觉就是另外一个附加价值 应该会有一些加分效果这样 因为景宏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帅气 然后又高挑啦 那像这个玩水真的有很多要注意的妹妹嘎嘎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岛国 可是我们对于这个水域安全的概念 好像还不太足够对吗 对啊 就大家平常可能看到水 就是想直接跳下去 可是你可能会没有热身 或者是你就穿着那些吸水的衣物下水 那如果没有注意到环境状况的变化 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溺水呀 嗯哼 那像每年的夏天哦 溺水事件都层出不穷 你自己因为身为救生员 那你在不同的场域当中 都有类似救生的经验 你自己的观察呢 有哪一些点是我们夏天在玩水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是游泳池的话 其实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小朋友跑步跌倒的 通常都不是什么溺水事件 因为游泳池地板湿滑 然后大家都会跑跑去这样子 这可能是游泳池比较常会出现的状况 那西边比较常出现的状况 可能就是过溪的时候 因为可能水流太强 然后你就不小心滑倒 因为你可能穿着夹脚脱去啊 或是你可能根本没有穿鞋子 然后就不小心被溪流冲走 或者是不小心掉到一个踩不到底的深潭里面 可能因为你不会在这个地方游泳 那你就会发生溺水 那海边的话则是可能很多人去海边玩 都会想要往深的地方走 可能因为海边会有一些风浪流 或者是有潮汐的变化 所以有时候走太深 你就会可能会游不回来 结果就发生状况了 OK 所以不同的场域可能危险性都各不相同 对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西边台湾的溪流 好像都特别湍急 对啊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很小的岛 可是我们的山却很高 所以当雨下下以后 那个水流就会赶快从山上流下来 所以那个流速就会很快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溪流 其实也都很蜿蜒 所以如果说要到西边去玩水的话 要注意的事项也非常多 那在书中我觉得你写的非常的完整 就是各种场域当中 你怎么样去预防水上安全问题 会发生状况 那怎么样遇到状况的时候 要怎么样自救 那其实我们常看到说 有一些社会新闻 例如说一群朋友去海边 那有人不小心被冲走了 其他人要去救他 就后来不幸全部都溺斃 那最常见的这种状况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像我之前其实都在海边当救生员 海水浴场 那一般我们海水浴场其实就会围一个警戒范围 就会有一条绳子让大家不要超过去 可是大家就会喜欢走到那个最深的地方 然后拉着绳子 然后在那边给浪这样飘啊打 然后在那边尖叫 感觉蛮疏压的 可是那个地方通常都蛮深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他可能遇到有一个比较往外的一些水流状况 他绳子没抓好 就是不小心被让带出去了 那这时候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家人 通常第一件事 就是想说要救他嘛 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或是游的好不好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过 我身上都没有带任何符具 那我游到他旁边我应该要怎么办 可能我们游到他旁边可能就有两个救法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用手抓着他用脚游回来 第二个用脚夹着他用手游回来 听起来都很难 所以就会导致越来越多人出去救人 结果大家一起回不来 所以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溺水的状况的话 有一些准则 那我们常听到叫叫声泡滑 应该也常在这个跟大家推广 对这都是我们政府一直有在推广的一个口号 对那叫叫声泡滑是什么 第一个叫就是要先大喊 就是这里有溺水 就是跟旁边的人告知说 这边有发生状况 可能会需要帮忙或是这边有危险 那请大家不要靠近 所以就是你要先呼救有一个市警 就像火灾要先喊这里失火了一样 然后第二个叫就是你可以打电话报警 因为你可能自己没有能力去救援 或是你身上没有装备可以救援 那打电话报警就是对你来讲最安全的救援方式 那身它是延伸的身 这个身指的就是如果这个逆者它没有离岸边很远 那你可能可以用一些延伸物递给它抓住让它拉回来 比如说你可能去登山去西边玩你可能会带登山杖 或是你可能会带雨伞 或是西边可能有些树枝啊木头啊这种比较长的东西 可以给人家抓住把它拉回来 那抛就是抛东西也抛 它的抛就是指说你可以丢一些符具给人家抓 如果这个人离你太远的话 你可能可以丢救生圈救生衣游泳圈 或者是我自己是会希望大家可以带防水袋去西边玩 防水袋就是一种防水的袋子 所以你当它把这个袋子卷起来以后 它里面其实就充满了空气 它就是一种紧急救援的符具 那你把这个符具扔给溺水的人让它抓住 它就不会沉下去 那最后的滑指的是说 如果你是刚好你是滑独木舟啊 或是SUP立奖 或者是你有在冲浪的人 刚好看到有人溺水 你就可以滑这些符具过去救它 所以叫叫声抛滑 就是一个简单的五字诀 希望大家记住 好但是就是严禁 你身上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就急着跳下去要救它 对因为身为一个专业救生员 我们其实在没有符具的状况下 也不太会直接跳下水救人 因为你跳过去救它 它就会把你压下去 它就会抓住你 因为它想要上来吸气嘛 所以如果你有带一个东西给它抓 它就会抓那个东西 它就不会抓你 因为我们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朋友 他在一些海水浴场发生危难的时候 但就上来他都会说 我会游泳啊 或是去救他的人 你说我很会游泳啊 应该没有问题 那会游泳这件事情 跟在水里面安不安全 不是画上等号的吧 对其实是两回事 尤其是在台湾 因为台湾的游泳池 其实都蛮浅的 可能都120公分比较多 那大家一般去游泳池 其实也会带挖镜 然后穿着泳衣泳裤 可是如果你是去西边海边 这种开放水域 其实大多数人都不会带挖镜的 而且很多人其实也没有在 踩不到底的地方游泳过 所以当他遇到这种 没有遇到的状况 他就会紧张 那他紧张就容易抽筋 就容易溺水 所以你即便会游泳 在这个海边或西边 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全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自己很会游泳 他就可以到很深的地方去 这个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汽水环境 有一些风险分析 在这一本书当中 跟着救生员水中自救 这本书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 然后里面有一些意外的迷思 例如说我看到一张 我也觉得哇 我以为水母漂可以万用 他好像水母漂也救不了 每一个溺水的人 所以水母漂 也有可能会造成 你在这个水中 陷入更深的一些意外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请教 非常资深的救生员 张景宏他带来的这一本 跟着救生员水水中自救 大家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尤其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游到海边去 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安全的问题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海岛国家 山谷溪流非常的多 尤其是夏天 现在动辄35度以上 所以到海边 让自己清凉一下 可能是很多人在 夏天 现在是暑假 可能跟亲朋好雅 跟同学 就相约到海边或西边 去玩水 但是真的要非常非常注意 一些安全问题 我们就先从装备来讲起好了 我们要怎么安心玩水 有些要素是什么 如果我们去西边 因为西边其实它 西底会有很多青苔 然后很湿滑 尤其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 要过西的环境 但如果你是穿着那些 没有防滑的鞋子 甚至是拖鞋的话 你其实就很有可能 过西的时候滑倒 然后就被溪流冲走了 所以如果我建议 去西边玩的话 如果你是有要过西的行程 我建议都穿着塑溪鞋 塑溪鞋就是一种 它底部像是菜瓜布的一种鞋子 那你穿这种鞋子 你过西的时候 其实你就 比较不容易滑倒 那有些人 他可能会去一些 比较远的一些秘境 那就会建议你就穿着防寒衣 因为西边 其实西省是比较冷的 然后穿着救生衣 因为救生衣可以让你在 被冲走的时候 或掉到生坛的时候 可以浮起来 然后最好戴着头盔 因为其实假如是西骨 都有可能会有落实 那落实不管从多低的地方掉下来 砸到头应该都蛮可怕的 所以去西边环境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会根据你的难易度 去准备不同的装备 可是只要你有渡溪 我都建议一定要穿塑溪鞋 不能穿假脚脱啊 对假脚就是很容易吸水一冲就冲走 那大家拖鞋被冲走 第一件事情通常也是一样 要去捡拖鞋 对要去捡拖鞋 对那通常都捡不到 因为水流速度很快嘛 然后你一捡 然后你又没有穿鞋子 然后就滑倒 然后你可能就撞到石头 也会受伤就骨折 或者是就被冲走这样 因为有些朋友如果去那个溪流啊 不是那种太湍急的 他可能觉得啊 直到小腿的一半啊 他就觉得说 这个应该穿个鞋子轻便 只要能够走过去都可以 但这样危险就会发生了 对再怎么样都不要穿假脚脱 你看假脚脱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 扣住你脚的鞋子 所以他真的很容易被冲走 而且也不好走啊 你就是至少穿那种包覆性的鞋子 也会比假脚脱来的好 OK那如果说衣服的部分啊 刚提到说 不要穿很容易吸水的 对你穿 如果很多人会喜欢穿牛仔裤嘛 或者穿一般的棉梯 那这一种衣物 他只要到水里 他吸水以后就会变得很厚重 那他就会影响到你的活动度 所以你穿这种衣物下水 其实你玩起来也很累 而且他也会让你行动很不方便 那如果你真的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就很容易就是会活动度下降 然后就没办法靠自己能力回到岸边 那有一些人在这个海边或西边去细水的时候 他可能脚底下会踩到一些危险物品 那怎么样保护呢 所以一般像海边其实就会 有时候是有贝壳嘛 然后海边有很多人会钓鱼 所以其实你岸上可能会有一些人家的鱼钩啊 或者是鱼网 甚至有些人钓鱼 他可能钓到河豚 他就直接丢在沙滩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或是很多人去西边海边都喜欢喝酒 那喝酒有些可能他就是没有环境意识 他就把什么玻璃瓶啊 这些都丢在西边海边 那他这些玻璃碎片其实你踩到你也很容易受伤 所以你就建议会穿着一个鞋子 然后最好是后底的 你要你踩到当然就比较不会弄破你的脚底 但后底拖鞋会不会也是会造成行动上面不太那么方便啊 因为有些人的拖鞋真的是那种薄的 真的有人有溺水的状况 刚才有提到这个五字诀叫做叫叫声泡滑 叫叫声泡滑 那因为景宏你自己当救生员这么久的时间 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救生经验啊 我大部分救人的经验都是在海边 沙滩走过来的时候那个讲话声就很大 然后你就看到他拎着啤酒 那我们做救生员比较久 我们看到这种我们就觉得 直觉就觉得啊这个等一下一定会出事 然后就穿着牛仔裤来啊这样子 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到帐篷底下以后衣服脱了 可能牛仔裤没脱这样 牛仔长裤没脱 然后也没有热身 然后就跑下水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等一下应该会要注意一下 因为刚好那天风浪比较大一点 那就像我讲大家都会喜欢跑到最后面嘛 给浪打就感觉很好玩 所以他们就一群人跑到最后面 尤其是男生这样子 男生就会想要表现自己很勇敢这样子 然后结果就不小心被牛带出去了 就飘到绳子外面 然后他的朋友看到这件事情 就游过去救他 诶然后就一起回不来 然后就这样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全部回不来 然后最后只有一个人留在绳子那边 我想他可能知道他不会游泳这样 所以他就直接在那边大喊 就是他朋友的名字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看到以后 我们就下水去把他拉上来这样 可他们已经变成一个大重子了 对已经变一个大重子 一加二加三加四这样全部连在一起 对啊我们知道海边救援 其实真的很常不是就有一个人 因为大家都会想说要去协助朋友嘛 就是可是你没有扶具的时候 你要怎么帮朋友 其实很困难 所以你们当时在救援的情况之下 也是先丢扶具给他们 我们通常就是会背的出去 然后直接把这个扶具递给他抓 因为如果太靠近他他就会抓你 可是他们这样子如果三个一起在那 就是集结呼喊的话 你们也是要带够的扶具给他们吗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一个人下去救 通常一个人能力大概就是拉一个人 因为其实大家体重 一个成人体重你要靠一个人去拉 是有一定难度而且其实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喊出声音 这个事件让我们记忆这么深刻 就是因为这个溺水的人 他喊声音喊得非常大声 他就是大概离我们至少有50公尺远吧 然后他们站的那个位置 其实我们觉得他应该已经踩不到底 因为我们会知道水神 可是他都没有喊救命 我们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很会游 还是只是就是耗面子不想喊 然后我们就跟同事讨论 想说再等个三秒钟好 如果他没有喊的话 我们就下去看看这样子 然后结果才刚讲完 他就喊了一个超大声的救命 距离我们至少50公尺以上 那这个在海边 其实要做到不是那么容易 一般叫不出那么大声 一般叫不出那么大声 或是根本就喊不出声音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溺水迷思 但是他求生意志很强 他求生意志真的很强 很危险耶 因为在这个海域边 像看救生员 现场人这么多 游客这么多 那那个配置你们的现场的救生员 有多少位啊 如果说以福隆来看的话 一般来讲游泳池或是海边 假如是细水场域 都是用你的细水的范围来算 要配多少救生员 所以像福隆的话规定是平日六个 然后假日八个 这跟你可能每年围定的范围 然后我们像可能是要提交给东北角风景管理处 然后他会跟你讲一个人数 哦明白 那因为台湾每年到夏天都会有十大危险水域嘛 那像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在app上面分享说 像七星潭 他上面有写说不准下海 但是还是有人会下海 那就是像这种危险水域啊 其实也有些迷失在啊 对因为像七星潭也被列为十大危险水域 可是我们的危险水域是用你有多少溺水人数来看 所以你假如是观光景点很多游客的地方 通常都会被列为十大危险水域 比如说墾丁南湾啊 对对对 东北角福隆啊 说不定白沙湾也被列为白沙湾 就是危险水域 因为就是他溺水的人数多 反而是一些比较少人去的秘境 因为去的人少 所以溺水的人就少 可是他可能是更危险的 因为一般上面有贴这个公告 就是禁止超越哪一个防线之外 那表示说那边是有危险的嘛 那虽然说眼睛肉眼看到他 觉得他风平浪静 但是他可能海面下是暗潮汹涌 你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他那边曾经发生过意外 所以就直接插一个牌子禁止 那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责任上的归属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有这个立牌子 叫大家不要靠近的话 大家真的是不要去靠近 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容易有这一种 就是他想赌一把 或是他觉得很酷很帅的情况发生 或者是他觉得这边人少玩起来就 比较尽兴 对不会受到干扰 那像这个救生员 如果看到说这一群人 他玩的比较疯 或是你刚刚有提到 他们手上又提着酒 担心他们会出状况 那救生员可以提前提醒他们吗 看个人我是会啦 就是比如说像尤其是暑假 其实很多安清班 他们会带着小朋友来海边玩 可是安清班通常都是一个老师 雇很多个小朋友 那他们可能在倒沙滩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提醒他 比如说今天右边比较深 还是左边比较深 因为我们会围一个范围 然后哪边可能会风浪比较大 对那哪边可能你要比较注意一下 你的小朋友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就会事先提醒他 因为这个件事情 其实也对我们有帮助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海边 其实汽水人就是几百人 你要救生员去看整个四周 其实是有点难度 是了解 那为什么在那个饭店的度假村 游泳池里面也会发生意外 在这一本这个 跟着救生员学水中自救 这本书当中也有提到 有一些就是你会觉得 蛮匪夷所思的 而且他可能水也不那么深 那为什么会发生意外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来请教张景洪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在水中要注意的事项 真的太多了 刚刚也私下请教了 资深的救生员张景洪 景洪这本书非常的实用 尤其是很多的小朋友 如果说这个 刚刚有提到暑假当中 可能安清班 或是幼儿园 或者是学校都会有一些团体活动 那要特别注意到海边 西边 只要靠近水的地方 都要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 怎么样去协助他人 那危急的时刻就是 不要把自己也卷入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请教景洪说 为什么这么多会游泳的人 到最后还是发生了一些 这个溺水的意外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善勇者溺的迷思 因为大家都会说 会溺水都是会游泳的 因为不会游泳的人都不敢下水 所以他们其实会发生 溺水状况的机会就比较少 那会游泳的人 可能是因为台湾都有一个游泳的毕业门槛 那个可能就是游25公尺或50公尺就可以毕业 然后都是在游泳池 所以当我们可能学过游泳 或是通过这样的考试 大家就会觉得自己会游泳 可是在西边跟海边的游泳环境 其实跟游泳池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当大家以为自己会游泳 又去做出了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 那就很容易发生溺水意外 因为西边跟海边 那个溪流是会移动的 它可能会有这个漩涡 或者是一些非常湍急的一些水流 下面还有暗石暗礁 你可能会撞到 可是游泳池的意外 为什么还是会发生 像游泳池就很常发生在一些饭店或度假村 因为通常这些地方的游泳池 它的救生员不一定都是很专注在救生 它可能服务的性质比较多 它可能会要帮忙登记访客的访号 然后给你毛巾 然后帮你送水 或者是你有一些充气玩具要帮你打气 那因为大家来饭店度假村旅游 其实都是抱着一个很放松的心情 所以家长可能也会比较松懈 不会注意到小朋友 他可能就会躺在躺椅上 滑手机啊 看书或是晒太阳 那有时候可能东西忘记拿 还会回房间或是去买东西吃 那如果小朋友他比较小 然后自己留在现场 就又跳到一个比较深踩不到底的池子 那可能就会发生意外 最主要在游泳池 因为游泳池的水也不可能深到哪里去了 对饭店的可能一般也是120比较多这样 那就是如果小孩子是比较年纪比较小 或者是食物比较好动的 还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在游泳池边应该可以常看到那种小男生 特别好动 他可能就是玩水觉得很愉快 但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他就有可能会撞到 对他可能会跳水啊或什么之类的 那饭店游泳池很多 他是比较有造型造景 他可能不像传统游泳池 就是方方正正的 然后深度都一样 那饭店游泳池如果他深度不一样 你也不清楚这个深度的变化 那你很可能就会 就是不小心踏空 然后就掉下去 那还有就是身体状况 应该要看一下当天身体状况 如果不适合下水 就应该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是如何 那你们有见过什么样身体状况 下水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像有些长辈其实本来身体年纪大了 他就会有一些影集这些状况 可是长辈其实很多都很会游泳 他可能去运动中心 然后每天都来 然后就游一两千 然后都不停 然后就还会跟你打招呼 你都认识了这样子 但因为他们身体有一些状况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 所以他有可能游一游就突然就发作 他就不小心沉到池底了 那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觉得这些长辈其实是很安全的 因为你就每天都看到他来 然后这样游来游去 你就不会想到 他突然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可能在执勤的时候 不一定会多看着他 结果他反而会发生一些意外 所以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要特别留意 那因为现在的海水浴场有很多就是在现场可以玩的一些设备 不管是水上摩托车 什么香蕉船 或者现在很流行的立奖 SUP这些 那要注意什么思想 一般这些活动其实业者应该都会让你穿着救生衣 那你有穿着救生衣你掉到水里面 其实你至少就会浮起来 那像立奖或是独木这一种活动 其实近几年很多人会自己买 或自己去跟业者租 然后滑出去细水 可是有时候可能风浪比较大 或是民众他没有常在玩 他不会去看天气的状况 他体力又不好 但他可能就会滑出去 结果就滑不回来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打电话报警 然后请可能海巡署啊 然后开船把你拉回来这样 所以我们在从这些水上活动的时候 其实你也要提前先去看天气预报啊 然后去看潮汐状况 看一下今天的风或浪怎么样 那如果你看不懂这些数据 不知道怎么判断 那就代表其实你现在不适合 一个人去玩 你可能要跟你一些比较专业的朋友 或者是去直接参加外面的商业团 那跟团几次你熟悉这条路线以后再去玩 那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如果说像有些人玩一些游乐设施 他这个有碰撞到 例如说摩托车水上摩托车 他可能跟别台互相碰撞到 那可能他会跌到水里吗 那他有穿救生衣的话 基本上这样的风险还是比较小一点吗 对可是像水上摩托车上个月其实又发生意外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印象 就是一群人从好像是嘉义布袋港骑到澎湖 结果又有人从后座掉下来 结果大家都没有发现 然后就一路骑过去 那我相信那一个民众他一定也有穿救生衣 可是他可能在海上漂流太久的时间没有被发现 所以最后好像也是没有救回来 所以各种活动 你即便穿这些安全装备 你还是会有一定上的风险 所以我们还是要懂得去判断各个活动 他对应的风险有哪些 然后想办法去让这些意外的因素降到最低 那可能就会比较安全 像现在的立奖 这个非常的夯 很多年轻朋友是很喜欢在立奖上面 做各种动作 做各种动作 我看有些渔家动作或跳跃什么的 这个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有些人他可能在拍照的时候 会想要拍比较美的照片 然后可能就会把救生衣脱掉 或者是一般立奖 他其实是有一个脚绳会套在你的脚上 可是因为你要做一些动作 你可能就会要把它解开来 那如果你解开来或是没有参救声音 然后你不小心意外落水了 然后这个板子当然就有可能会有飘走的风险 然后像立奖他有一个比较 大家应该要去练习的地方就是你落水之后 你要怎么样爬回你的板上 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有落水过 所以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爬回去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离岸边很远的地方 即便你有穿的救生衣好了 然后你也有板子 结果你爬不回去 那怎么办 你总不可能推着板游回去吧 对那这样子就会发生一些风险在 所以练习你要怎么从海里溪里 这个落水的情况上爬回这个SUP板子上 或是独木舟上 其实这个都是你在行浅 你在岸边浅的地方就要多去练习的事情 要多练习 不要因为一时的兴趣 导致自己身陷危机当中 我们每每就是在台风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人要去看浪花 或者是有些钓客 他就没有看气象预报 他就还是去钓鱼 然后就会发生可能被风狗浪卷走的意外 那这个要怎么样去预防 基本上当然就是你不要去关浪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或是你要关浪 你就在远的地方关浪 你就不要到岸边关浪 因为像风狗浪它其实又叫长浪 那它其实不是说会特定在什么时间点出现 即便你在台风过后或是台风前 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长浪的状况 那这个其实在中央气象预报局 中央气象预报局它都会有长浪的警示 或者是有一些新闻其实都会报说 哪个地区会有长浪的发生可能 那请大家不要靠近 那如果都已经有这样子的预报以后 那当然建议你就不要靠近 那如果你是真的不小心被卷下水之后 你当然就是如果你有穿 因为我个人其实是比较不推荐大家做水母飘 主要是它有一些缺点在 比如说你今天做水母飘好 水母飘就是你会低头看的底下 可是正常情况下你其实不会带瓦井 所以你眼睛一定是闭着的 所以你一定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你都看不到然后在那边飘 再来就是因为你头在底下 那你不可能就是飘着30秒 人家就救到你 你可能至少要等个10分钟20分钟 那你就会要一直抬头起来换气 可是要怎么抬头起来换气 如果你没有练习过 其实你不太知道要怎么抬头起来换气 再来就是因为你的头在底下 如果今天有人比如说开船经过 滑SUP经过然后冲浪经过 其实你不会发现它 因为你的头在底下 如果你不小心发现它了 你也没有办法跟它呼救 因为你的头在底下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缺点在 只是因为它很简单就可以学会 所以一般学校其实都还是会教 那我会比较推荐 如果你的能力许可 你有学过仰飘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仰飘 仰飘就是反过来 你会手打开 躺在水面上看着天空 所以如果有人经过 其实你是比较能够去呼救 跟人家喊救命的 然后你要换气 你也是嘴巴直接打开就可以换气 你不用一直抬头换气 它相对的水面飘起来是 比较我推荐的一些自救方法 比较安全的 比较实用的 好那仰飘就是要会仰式才会仰飘吗 我觉得不用 仰飘它就是飘着不用动 所以你的身体就像一颗气球 你身体的气越多 你的福利就越大 所以你就是要放松 然后吸一口气 憋住气 然后把你的手打开 然后躺在水面上 接触跟水接触的面积 那你就会比较容易飘起来 虽然我们现在这样讲很轻松啦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在 西边海边这种环境状况下 比较危急的状况之下 还是会很紧张啊 对通常你会做不出来 是不是很紧张的时候 它就浮不起来 会 可是你身体的气够多 就浮得起来 就是即便你很紧张 可是你只要有吸一口气 憋住 你就会容易浮得起来 所以推荐大家先去游泳池练习 对 如果你在游泳池都飘不起来 那你去西边海边 写定飘不起来 OK好 所以我们就是破除了一个迷思 我以为水母飘可以万用 结果不是 这样讲起来真的 水母飘的风险也是蛮大的 对 大家水母飘还是可以学 但羊飘更要去学 OK好 那如果在水中抽筋该怎么办 水中抽筋该怎么办 应该大家都有抽过筋的经验 基本上你可能最常抽筋的 就是脚抽筋 因为在陆地上 你可以直接坐下来拉筋 所以相对风险比较低 那你在游泳池或在西边海边 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可以上岸拉筋 所以通常会变成是你要边漂浮 然后边拉 边拉筋 所以这件事情才会让很多人抽筋以后 就会出意外 因为大家不知道 或是不会在边漂浮的情况下边拉筋 因为拉筋方法其实跟在陆地上一样 只是你在漂浮的状态上拉筋 对你的软度不够好 你的软度不够好 脚跟手无法碰在一起 对或者是你自己会紧张 然后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缓解的动作 哦 好那如果是很常应该是脚趾头抽筋啦 嗯 脚趾头抽筋就用到用的到水母飘了吗 对你就可以用水母飘的姿势 然后边用你的手去按摩你的脚趾拉筋 哦 哦 我觉得在水中抽筋这个也是蛮容易发生 而且蛮有危险性的 因为大家就是玩一玩 然后都会很开心 就会没有上岸 然后你没有喝水 没有吃东西 体力不够 嗯 你就会抽筋 OK好 在书中也有告诉我们各种不同部位抽筋 你该怎么样去自救去处理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聊哦 10点51分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资深的救生员张锦鸿 他带来这一本跟着救生员水中自救 现在在台湾玩水的族群是很多啦 像是浮潜的这个族群也很多 浮潜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一般浮潜其实他的入门门槛很低 你就去户外用品店 然后买面镜呼吸管 可能几百块就可以买到了 那大家通常会去浮潜的时候 都不会去海水浴潜 他可能会去一些潮尖带啊 或是一些礁石旁边 因为你要看这些生物跟鱼啊 但当我们在低头看底下的时候 这些地方其实容易出现离岸流 离岸流就是一种 把你从岸边带离的海流 所以当你头一直看在底下 你都没有注意你这边的深度 或者是环境状况 那你可能就慢慢的被带离岸边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甚至就是你自己想要去追一些鱼啊 你就看鱼游走 然后想要去追它 你就自己游越离越远 可是因为你原本只是想待在岸边 然后你也不会穿旧生衣 所以你可能离岸边越来越远 然后就会发生意外 因为在台湾浮潜的门槛是比较低啦 只要去买了设备 就可以 就可以 对就可以去海边自己东看看西看看 是 所以要浮潜的朋友还是要注意 但是你建议浮潜要穿旧生衣吗 如果你是去参加外面的商业团活动 其实他都会让你穿旧生衣 他就会有教练戴着一个浮球或是旧生圈 然后让所有人就是抓着这个救生圈 然后就这样围一圈 然后就是低头看底下这样 只是因为那个是有教练 还有他会带着你去潜 然后你有穿旧生衣 当然就会相对比较安全 有伴还是蛮重要的 对有伴还是蛮重要 我们不管去从事任何水上活动 基本上最好都是有伙伴一起参加 一来你出事的时候 他可以就是协助帮忙救援 再来就是他可以帮你拍照嘛 对不对 你自己去要帮你拍照 然后如果有什么状况 其实人多也是比较好照应 好那有一些这个到海边或西边要带的装备 在书中也都很详细的分享 好如果你是要去塑膝的话 好塑膝也蛮流行的 好塑膝刚才有提醒鞋子好 一定要塑膝鞋 然后要带救生衣戴头盔 好那一般来讲 救生衣也有一些人就是会 在这个户外用品店自己去买了 好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一般其实大家会有分小朋友款式 跟大人款式 那你在穿着这个救生衣的时候 当然你要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挑尺寸 他没有特别去看 那如果那个救生衣太宽松 你的那个扣距扣不紧的话 你可能就是会从这个救生衣上脱落 比如说你去西边很多人会去玩跳水活动 那他跳水活动的时候 他跳下去的时候 他手可能会很不自觉的举起来 那救生衣可能就会从你的上方脱落 那有些活动他可能会需要就是比较大福利的救生衣 比如说钓鱼的他可能出去外面钓鱼 他可能是离岸边比较远的 那一般传统像我们从事水上活动 我们穿那些有些其实都不是救生衣 他是要福利背心 因为他的福利其实并没有到达救生衣的标准 那他为了让你做这些水上活动是比较有好的活动度方便操作 所以其实他的福利是不一定足够的 那这当然就跟每个人的体重有关 我的体重可能不需要那么大福利的救生衣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体重比较重 他可能就要挑选一个福利够的一个救生衣 那上面其实都会有福利标示 或是你直接问店员 其实他应该都会给你一些专业建议 所以玩水之前要有足够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景宏你是不是有一些活动呢 即将要进行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再来这两个礼拜都有办新书讲座 跟我们自己平常就有办房逆工作坊的活动 新书讲座是在7月24号的下午2点到4点 在新北市立的总图书馆的一楼 那这个活动是免费报名的 大家可以直接上我们像一条鱼 like or fish的粉丝团 其实上面就会有报名连结 然后像我们自己平常会办房逆教育工作坊 像这个工作坊 它其实就是可以透过在室内 即便你是不会游泳甚至怕水的人 你通过意外影片 然后小组讨论 然后学会怎么样在岸上救援 其实你就可以帮忙去避开这些逆水风险 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玩水 可是你可能还是会跟着一起去 你可能就是负责在岸上帮大家看包包 参考一下像一条鱼 like a fish 今天非常谢谢景宏 给我们做了这么深入的分享 希望大家在夏天玩水 都要非常非常的安全 谢谢景宏 谢谢 接下来是锁定小玉 春明玉的POP抢线报